好 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说自己贼格塞子 你们谁知道格塞子啥意思 格路吧 格路 差劲 格路 格路 十两号小胖你说 不是 格路 差劲 差劲 挺特的 差劲 格路 挺特的 你越说越弱呀 差劲这个词我觉得姑娘肯定得嗷嗷嗷嗷 没有没有 马上就说格路 后来说挺个性的 特 挺特的 不差劲 不差劲 你与你不差劲 就在后面站着呢 不差劲 我差劲 我差劲 哎呀 反应挺快呀 还谁知道啥是格塞子呀 还有没有说的了 不敢说了 老王你说说吧 你不怕灭灯 咱们东北人要一般形容的话 那也是格路嘛 是不是 对 对 那既然能用格塞子的这种格路来形容 还是十六号小胖说的 多少在格路当中有点小差劲 小胖你这个坑你逃不掉了 钱不平 这都是你们理解的 姑娘理解的格塞子 咱就不知道了 是吧 掌声有请姑娘出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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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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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李思思 今年23岁 我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熬夜爱花钱 会照顾人 汉有言 好 隔塞子是啥意思呀 比较隔路 我这个人 隔路是隔路 差不差劲呢 有感觉我不差劲呢 就是有点隔路 那要有人说这个隔路 就是隔塞子 就差劲你会怎么评价这个人呢 王哥说的 十来号小胖 王哥说的 简单摟摟 王哥 我说别说别说 我说你女嘉宾不听着早事 王老伯说你说 是吗 王哥可下看的没在台上了 小胖 我跟你说你在台上 你炸的时间都得比我 小胖啊小胖 哎呀 就是男人的这点本性啊 这不漏无遗啊 王哥一样要 这点面子我相信你 好的 关键时刻 让王哥把暴风咒语挡住吧 对 谁说的 谁说的差劲呢 这事 谁说的 李思思 这差劲是王哥说的 我信了 信了啊 来看一下李思思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咋哥哥西子 我说的 咋哥西子 我有时候老哥西子了 跟朋友在一起老哥西子了 每次我朋友来我家 只要坐我窗单 等它走了 我立马都得洗了 我出对象是哥赛的 不喜欢黏人的 总问你干啥呢 你去哪啊 出对象别添添视频 有啥可看的呀 想看就见面看吧 还有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别老问我想吃啥想吃啥 你要是买回来 我能不吃是咋的 朋友都说 当我朋友都老遭罪了 那你当我男朋友 不得更早醉 我特别能照顾人 为了对象 我可以学做饭 干面四季豆啊 蒜苔炒肉啊 我都会 还可以给你洗衣服 袜子内裤都要用手洗 如果你明天要上班的话 我还会把你第二天的衣服 准备好 来一号班子 你好美女 我觉得你笑得特别好看 就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女孩 就是我挺喜欢的 我有一点跟你特别像 就是朋友到我家之后了 那个被只要他坐上被单 我指定走我都换 拖鞋必须爽 然后他碰的东西 我都会爽 我都会藏 那你能有朋友吗 我就在想 我气的 我都找不着话筒在哪了 那你能有朋友吗 我想问问 来一个洗一个 来一个洗一个 他我感觉就是那种 隔路隔塞的插劲的人 他不吃大米饭 就问他 今天我还问他 我说紫薛 我说你不吃大米饭 你这些年你反过来 他说我吃包子饺子 面条饼啊 这类型的 其实我在心里边吧 就是表面 我挺关心他的 我就说 我吸血真隔塞的 这人不吃大米饭 打掌这么大 你对于湾斯的评价是隔塞的 人姑娘隔不隔塞的 你觉得 不隔塞的 姑娘就不隔塞的 我能接受 姑娘也不是大米饭 你觉得隔不隔塞的呢 那行啊 面试我整得好 这不双标吗 这不明显双标吗 怎么隔不隔塞 就看姑娘来不来感觉 来感觉都行 同样的一个行为 放在不同人身上 那就隔不隔塞的 就不一定了 是 就隔这站的 奥姐 就是隔这站的 刚才在台下午 还跟李嘉童说呢 我说嘉童 我这新的俩 今天来的时候 就像揣个小兔子似的 就砰砰一直跳啊 那你不是因为他 你今天早上 不知道碰着谁了 没有 就是自己感觉 昨晚上做梦 有个白虎老头 给我指点了 说你今天 你到那会儿 头一场啊 你录制少说话 那应该有意外惊喜 没看见 我这一直都不打说话 就所以说 现在我的语言 已经组织不明了 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语言的 姐啊 姐我扎一年了 我才发现 他才是真正的渣男的 姐啊 我扎一年了 我才发现的 姐啊 他才是真渣男的 他 咋扎了 我这话跟我说的 我都听着神道的 转网白虎老头 对了 刚才说 嘉童啊 我心里台下哪个 你怎么说话呢 你台下啊 都没译的呀 都是自己编的是吗 看到他哪一瞬间来感觉 你觉得他哪儿好 一下就更失忆了 那步后边我就来感觉了 咱不知道我们哪儿来这么快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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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她在那步后边的时候 就是小胖说差劲的时候呗 那我就快急眼了 你不信姐 你回头看看那个镜头 有没有瘦得我的 她说差劲我都这么丑呢 哈哈 我都一直这么丑呢 是